七用梅奥,辽宁南兰全华班出战,首秀遭遇双外援挑战,九人轮换出炉,CBA复赛几家欢喜几家仇 常规赛战绩再好只要你是单外援或者没外援基本上就很难争夺最后的冠军了 所以说外援决定着本赛季CBA的争冠的形式 但是好歹也算是一名外援了 由于新的外援上场规定辽宁南兰还在犹豫要不要使用它 据记者高鹏透露辽宁南兰第一阶段的比赛将会使用全华班应战 这其实是辽宁南兰一个尝试,七用梅奥也只是暂时的 这对于辽宁南兰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复赛之后的首秀辽宁南兰将会面对双外援的北京南兰 梅奥的状态显然没有达到俱乐部的要求 当时签下它只是一个备胎如果能够打出来固然好 不能起到作用就当本赛季辽宁南兰锻炼年轻人了 过去王化东两名年轻的球员也会获得机会 因为无人可用郭世强到时候必须要启用他们了 全华班的九人轮换并不会有什么悬念了